勞金科技局局長內志光說 需要與整個創科產業鏈合作 應對日後面對的高齡海嘯挑戰 內志光在網捷說 今年年中香港大約有22萬4千個85歲或以上的長者 10年後輕微增加到27萬7千人 大20年後急升到55萬人 40年後更加升到83萬6千人 香港將面對高齡海嘯 對醫療系統和安勞服務帶來挑戰 樂齡科技器材是香港的應用 現在是以服務提供者為主 但很多長者和家人都期望 有更多適合家居使用和可負擔的 樂齡科技產品讓他們選擇 內志光期望隨著更多初創人才 放眼樂齡科技研發 加上香港和大灣區的協同效應 未能建立一個真正有規模和選擇的銀發市場